当你看到这样的场景 你会怎么做呢 绝大部分绿植 只是状态差了一点 这个幸福树 枝干叶片还是有翠绿的 盘土呢就严重板结了 根系老化停止生长 哎 来都来了 拿棵回去吧 这棵幸福树 涂养板结要贫瘠 导致植物越长越差 枯枝黄叶一大堆了 埃萨枝干叶翠绿 可能还有养活的机会 把板结严重的土壤 给它去掉 像这种枯根 枯枝也统统剪掉 再接一种清水 水中放入黑粉搅拌均匀 然后幸福树 泡入黑水半个小时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黑水 就是土壤活化宝 浴水能释放大量 有益活菌和植物生长 所需丰富养分 泡好的幸福树 直接种入新的盆中 关键的一点 接下来 每个月给它灌一次黑水 等着后续吧 也可以看我 三个月讲回的 这棵幸福树 新叶子都比枯枝长了 这棵晴叶荣 还不是长势茂盛 这款土壤不化宝 还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像家里状态不好的起物 不开花 网页 生长缓慢的盆栽也能用 一小勺才几分钱 难道不舍得吗